上回书 正说到冯生进行岁考 把他头等第五的秀才给降了个三等十一 而把三等十一楚银台府的公子小楚 给升了个头等第五 冯生自己那么一分析啊 嗯 哦 明白了 我原本不想来 这四个同学的再三的邀请我非来不可 考完之后呢 他不让我看榜 他叫我先回去 不对 这里有事 所以回归店房 他们几个人升了 冯生降了 反而冯生要请客 这四位不肯的 别叫冯的哥 这我们应该请客 那个话就没说明白 您的功名降了 我们升了 您还能请客吗 冯一把脸那么一捧 不 今天我请客 谁要不饶我 你们谁有亏心 呵呵呵 那那我们就饶您就完了吗 您别这么说呀 结果一要这韭菜的时候 冯生自己要一斤白酒 一斤好高粮烧啊 加上一斤绍兴 黄酒对白酒 这个名叫黄蜂加雪啊 虽然他能喝不是呢 这四位就知道 今天是酒无好酒啊 燕无好燕 韭菜上来之后 冯生当中一坐 这四位左右相陪 来吧来吧 几位 咱是别让 自贞自饮 好好好 给我换个大杯 叫店房伙计给换个大杯 伙计给他换之后 冯生就满上一杯酒 一嚷搏 这杯酒的下去了 这四位直咧嘴 心里说 这杯能喝我们是知道 这么喝受得了 这杯酒下去之后 自己又倒了一杯 四位仁兄贤弟 冯大哥 我今天有一件事 要跟大伙说一说 哈哈 冯大哥 您有什么事 您自管吩咐 别这么说 嗯 这么说吧 我先跟这位仁兄请教 就靠他左手头一位 哎 我不见得知道 当然 我要跟你请教 可能你知道 这一次前来港口 因为是咱们秀的岁口 所以我不想来 你们非约我来不可 不不 冯大哥 您听明白了 我们这里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听我说呀 我说是这个 这一次港口 如果我的文证不及格 或者是文证做得不好 假如他把我的公民给除掉 我没有含冤 他给我降了也不要紧 他偏偏把我头等第五名的秀才给降了个三等十一 而把三等十一的小楚 升了个头等第五 诸位仁兄贤弟 小楚 他那点财学 瞒得了谁呀 为什么给我们两个换了一个 这位兄太 我绝不能把宋斌的埋在坟里边 他这个毛病在哪 我明白明白就完 能不能告诉告诉我 冯的这话呀 意味着就是我不来 非让我来 相必是你们知道 冯的哥 您您说叫我们 怎么说 这个事是考场里边的主考的事 我们哪能知道 您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事的话 我们还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仁兄 知道不知道 不 我问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完 不知者不怪 来 我给你满生这种 谢谢 谢谢 来来 说话逢生 又一杯酒下去了 随后自己又满生 这位兄太不知道 刘仁兄 他叫那第二位 我跟您请教请教吧 这倒是怎么回事 可以告诉我吗 那个 冯先生 因为我咱一块来的 他不知道 我要知道 还等您问吗 他这个事 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完 不知道 不要说了 来来来 问一位 他就喝一杯酒 黄酒 白酒 一块对着喝 又问第三位 我说 老弟啊 哎哎 冯大哥 咱们交情可不错呀 虽然平常不怎么来往 但是咱的感情在这 还是那句话 他功名给我降了 不要紧 他降了我的功名 他夺不去我的才学 我只不过想明白明白 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考场里 这个主考就这么样的 容易把人的功名 随便给掉一个 我执着执着就完 你要修好积德呀 你就告诉告诉我 这么说吧 念书的人呢 会懂得念书人的甘苦 我们十年寒冲苦 为的是金榜把名题 到了如今了 功名随便给我夺去了 我糊涂糊涂 我死了 我都不知我怎么死的 您说我委屈不委屈 贤弟 能跟我说说吗 这个小子一听 受到了感动 我说冯大哥 他这个事啊 你 我跟您这么说吧 他刚说到这儿 第四位拿手捅他一下 我跟您这么说吧 那个 他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事 您说我要知道 我还等您问 我不就 行了行了 不不 不要往下说了 打住 顶在这儿 喝酒喝酒喝酒 来来来 我给您马上一杯 喝完这酒之后 逢生一嚷薄 又一杯酒下去了 问他最后这位 任兄 我该跟您 打听打听了 应该告诉我了吧 哎呀 冯老弟啊 咱们一块来的 你说 我知道还等问 怎么着 我问问 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把这个事看容易了 都不知道 不就完了吗 他不往下追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告诉你 不行 哎 您这怎么说话 今天在座的这四位 他们三位都不知道 姓冯的 我心里的不恼 唯独你要说不知道 今天 咱们有死有活 哎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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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老弟 咱们可都交情一边远 哪 啊 怎么对待我就这样呢 我告诉你 十年寒窗苦 铁验磨川 金榜把名蹄 多了我的功名 分怎么回事 知道不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咱俩得说说 这场官司抄你打 你 这位吗 你那个 怎么到我身就不行了 你要不知道 你不能拿手捅他 冯生刚才看见了 多欣欣嘞 沉住气了 哦 他要说 你拿手捅他 那我就不问他了 我朝你说了 说吧 倒是怎么回事 说到冯生的脸也红了眼周 也瞪起来 这四位一看 啊 早就想到了 今天是酒无好酒 燕无好燕 吓得这位直哆嗦 他毕竟都是念书的秀才 书呆子 那三位一看 站起来了事 冯的哥 冯的哥 冯先生 冯先生 小伙 小伙 好说这个事 好说 那我不 非把这个事弄清了不行 我不 闹清了好办 咱这么说吧 我们在座的四个人 都知道点 这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呢 我一问 往外推 这不知道 那不知道 您您坐 您坐 您听我说 这个年岁大一点的 就把这个事揽过来了 冯先生 我这么请示您吧 我先把这个事跟您说道 随后啊 咱们再说 以后怎么办 你说吧 冯先生把这酒端起来 又喝了一杯 几乎连菜都没吃 你说吧 我 请示请示您呢 您得着过 楚公子吧 嗯 怎么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 您说过他那篇文章 生人太晚 狗屁不通 有这个事吗 有 哎呀 我的冯的哥呀 你吃亏了 那么 楚阴台的少爷 我不管他是谁 我说的是文章 我们俩孩童厮守 就算您跟他发小的弟兄 他是怎么个人头 您不清楚吗 不 怎么回事吧 他在外边大放风话 好 他说小冯 广平民事 他不是有学问吗 他说我文章狗屁不通 他文学大家 我非抓他脸蛋不行 我含着含着他 听说这一次啊 这个T学史来到这 其中 可能有他爸爸的一个门生 您怎么他不托付他吗 他一托付他的话 这不是拿过节吗 可他在文社也好 见同学的也好 他都说这个事 我们哥儿四请您的话呀 是想把您请去 能看见楚生 见个面以后 给你们二位说喝说喝 别把这事闹得这么僵 可是没想到 也没看见他 这次港考呢 我们怎么说 这事您别考了 我我我问问 倘若我这次要不来呢 甲比说我不来 他能不能降我的公命 您要不来呀 他抓个题目 把您公命也降了 不但降了 说不定还隔了 您可别忘了 全是 他是当朝处银台的儿子 哦 风大哥 我再跟您说一句 您刚才说了 夺了您的公命 夺不了您的斯文 您的文章 还在您的肚子装着呢 您的学问还是不小 您还是广平名士 算了吧 光光不斗士 您可千万千万别找他 十个哑不亏就算了 您别看三等十一 明年再考的话 您还拿头等第一了 后年您都可以相试考举的 不是吗 风声听完之后是半赏无语 最后喝了一口酒 好吧 既然是这样说 思维放心 我绝不找他 还是那句话 明次你给我多走了 往这看 拿手一弹自己的肚子 满腹经伦 他就算头等第一 他还狗屁不通 哈哈哈哈哈哈 说对大伙一笑 算了算了算了 完了完了 还就说 冯业您 您胜命 您胜命 喝酒喝酒喝酒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事后算清电饭账 个人回个人家 临走的时候 四位再三的托付 冯业 你千万别找他 别找他 算了吧 哎哎好好 可是冯丰虽然这样说 但是心中不约 那能高兴得了吗 坐车辆回到家门口 一下车 管家们出来了 大爷您回来了 哎 把我东西拿进来 哦 把车打不走之后 冯丰的东西 管家给拿进来 冯丰直接进内宅 十字娘 在屋中了 一看到回了脸 这神色 大爷回来了 嗯 回来了 怎么样 这次考第几啊 哼 三等十一 哎呦 您原来不是头等第五吗 啊 这回考完之后 落了个三等十一 呵 我说不让你去 不听 非去不可 考了半天呢 您这广平明示 降了 逢那一肚子火 如果十四年 要不跟他说这个风凉话 风生就把这场经过跟他说了 他那么两句话 有讽刺他 逢一对火上哪撒去 火的一下子站起来 啊 功名降了 功名降了 我的功名降了 你能不能因为我这个功名降了 回家你骂我一顿 我没有那么说呀 你怎么说啊 你还要说什么啊 你打我一顿 你把我开头文展 十四年一看好 一肚子歇火 说这怎么回事 这是很普遍的事 有的男人在外工作上班 在单位也好 在朋友家也好 啊 逗着玩也好 受了委屈了 他自己说不过人家 或者某件事反不过来 自己的干受其苦 这肚子火呢 回家就朝老婆下了 倘若一回家 啊 他要是跟老婆那么一打架 说不定由这儿 就许感情破裂 一回家来了 今儿怎么回了这么晚呢 啊 开会是怎么着 不像啊 会晚不像 我怀你信吗 您说这不倒霉吗 他一肚子火跟家里下了 说冯生呢 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打盆论盆 打碗论碗 可他那么一说呢 冯生说的话 可带着酒气了 十四娘一看他这个脾气 别买贵的 不撞他 得了 大爷您消一会吧 我说错了 啊 您先洗洗脸 喝点酒吗 冯也就不言语了 事情过去了 可始终没跟十四娘 提了这场经过 到家之后 第五天 冯生在前面书房了 管家进来了 大爷 嗯 请帖 哪呢 楚音台府的 下帖人走了 送带就走了 他说明天呢 请您早点 他还有事 冯生接过这青铁一瞧 红白铁 这什么叫红白铁啊 白风套红签 这种铁最高贵 唯独下红白铁请人的话 这是代客不受礼 嗯 红卵洗这处京剧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问那小生啊 哎 我说你这要贩子 怎么跑我们院里来了 那小生回答我说 不是跟我自己要进来地 不是你自己要进来的 还是哪位先生 拿红白铁把尊驾您请进来的 所以说这个红白铁这个名词的话 认为是最高贵的铁 代客不受礼 可以打开这个铁 那么一瞧呢 请他到楚银台府前去赴宴 冯生这还不明白吗 没有过呀 无缘无故 红白铁请我到你们家去赴宴 不就因为你这个功名三等十一 三个头等第五吗 而且你请我 把我的功名跟你换了一个 打算含着含着我 他们那四位也说了 抓着我的脸蛋吗 拿我的过节吗 嘿嘿 逢别不敢去 归别输给你了 嘿 就你那两下子 我知道 咱就逗逗看看吧 可是这个事呢 他也没跟十四娘说 转天一早晨 老早的 自己也没换衣裳 洗洗脸 从家里就出来了 溜溜大大 够奔楚 银台府 来到银台府的附近 这么一瞧啊 呜 门前是车马迎门啊 车水马龙 这些人啊 哼 心说 小楚 倡仗他爸爸这个权势 有俩糟钱 声明啊 这个秀才 你来个头等第五 你嚷嚷 哼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你要中个举人呢 把房子拆了 和高大西鹏 哼 他站在门口 看着那么一琢磨呀 门口站着管家 就走过来了 峰天 到门口了 你怎么还不进来啊 我问问你 管家 哎 请吧请吧 您进去吧 等等等等 不是你们家那楚公子 那秀才生了吗 三等十一 生了头等第五 就这么折腾 啊 高大西鹏 叫了小赵 刀刀刀刷乱想啊 啊 啊 哈哈 冯大爷 您跟我们大爷 这么写个年的弟兄 您怎么忘了 什么忘了 今天是我们大爷的生日 您忘了 好您呢 哦 嘿 对对对对对 我还真忘了 对对对 好 我一会儿来 您到门口 您能走吗 您快进来 哦 风声转身就走 这管家就跑进去了 说这管家站在门口 干什么 这个 这专差 什么也不干 凤小楚的命令 在门前 专等风声 他就估计到了 风声要走 这管家赶紧跑进去 大爷 大爷 嗯 风的爷来了 这么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这么搭的 他可走了 我去我去我去 小楚就追出来了 风的哥 风的哥 别走您 哎 风声一回头 有点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出先帝 到了门口了 您还不进来 您怎么又走了 嘿 风的哥 您怎么了 快来吧 等等等等 你原谅 我呀 忘了 忘了今天是你出世的那天 您您知道叫什么话 你的 哪有这么说话 你呢 就是我生日 是啊 我赶紧回去 您回去干嘛去 我什么也没给你买呀 你的生日 我能不上礼吗 我赶紧回去 就是您嫂子在这还没起床 我把他裤子当了啊 我给你买点礼送来 您可太损了 您可太损了 我的冯的哥 我过生啊 您回来把嫂子裤子当了 您给我买礼 我能受吗 啊 别闹 您快进来吧 我干嘛去 您不说回去给我买礼去吗 买礼去 你美的 想什么了 告诉你 实话 我拿你那红白帖去 你们家做生日拿红白帖请人 你跟谁小的 我问你 一进门 你们那账房有没有礼簿子 说 大宅门 一进门啊 那账房 谁送礼了 上账 有礼簿子 给多少赏钱都写着 如果有的话 一让我 我拿不出礼来 谁决谁啊 是含着含着 我是怎么着 你跟谁小的 哎 冯的哥 我跟您说啊 红白帖请就请您一位 别人没有 对 你诚心决我 不不不 一进门 我把这礼簿子翻给您看 头一名就是您 我已经买好了 替您都垫上了 因为我怕您花钱 你看 所以红白帖请您呢 走吧 那可就不让我了 您这怎么了 越说越远了 说话小楚 就把冯帖请进来了 等来到里边 没有不让他的 冯帖冯帖冯帖 是让他都是管家 进了大厅了 冯生心想 哎 妥吧你一请来 这些位 都是咱们一抹的弟兄 秀才 谁不知道你 谁不知道我呀 你说什么也不行 你也坐得筋了 可是一进大厅 再一看 呼拉全站起来了 大约有好几十位 冯生 注意 官桥 坏了 今儿不上当了 所来的这些位 几乎他一位都不认识 再一看 那相貌 面目可憎 邪奸惨笑 消除 相亲跟大伙说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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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伙 引进引进 啊 是是是是 此宫 广平府著名的 名士文学大驾 广平名士 冯秀才 冯的爷 这话可有点损 广平名士 文学大驾 头等第五 降了三等十一 再看看这些个人 好 都是 拍马屁 捧臭脚 抱粗腿的主 啊 九阳九阳 名不虚传 哈哈哈哈 冯生当时啊 就沉住气了 已经估计到了 今天会有这个情况 各位过奖了 广平名士 文学大驾 不假 哈哈 不假 我有真才实学 哈哈哈哈 请吧请吧 冯的哥来来来来 把冯生让他正坐 大伙一张桌一张桌的 都坐下了 小主陪着他 就等着您来了 哈 来吧冯的哥 我敬您一钟 好 满上这杯酒以后 冯生就有打算 今天看你有来言 我有去语 瞧瞧你怎么说了 请吧请吧请吧 刚把酒杯端起来 旁边那位站起来 我高攀了 冯先生 我知道您的海量 今天我敬您这杯 好吧 来我陪着 等一等 怎么 您 您先把您那臀部啊 搁在凳子上 大伙一听您可真损 你刚才坐下不就完了吗 我有一件事声明 你敬我这杯酒 我的请示请示 你要敬我这杯酒 我喝了 别人还敬不敬 说 那我不管别人 不行 你敬完我这杯酒 我喝了 如果这位大哥 他还敬我酒 我喝不喝 我喝了他的 别人还敬我喝不喝 如果说 别人不敬了 就你这杯酒 咱俩一对一杯的 喝顶天黑 咱就喝 如果说 你们大家一人敬过一杯酒 这叫车楼站 打算让我喝醉了 是怎么着 那意思把我灌醉了 胡托大伙再水灵我呀 那哪成 哎消除了事 别别别 坐坐坐坐 谁跟我冯的哥也喝不过去 那你们比不了 好 那真有流零和质量 那可了不得 来吧来吧来吧 咱随便喝随便喝 哈哈哈哈 喝完了两中酒以后 又喝了一杯 这叫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这位啊 真不知身前又站起来了 冯的哥 我有一事不明 跟您请教 你先坐下 听我说 这位大哥说了 有一事不明 愿意跟我请教 不用说你 在座都算上 当地的老人 老前辈 如果把风声问短了 我抱着脑袋滚出 楚音台府 你们问的我 别出恐胜一道 如果问我 烟花柳相 我不知道 只要是文整 文学当中 你们这些位 何况你们都奶 黄子没退 鲁毛没干 逢蝶是挨个的 教训你们 我先走 我先试下